2020年5月22日,澳洲的情況就是,在新南威爾斯多了三個確診,但是有一個去世,所以現在去到3084 另外,在維多利亞省多了12個,去到1593,我們現在總共現有的確診數目就是7095,死亡人數現在是101人